头条新闻终于都收档 香港人本来就很大方的 如果你的节目真是纯粹稀笑怒骂 不要过火踩戒做些太过分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人会要求你去收档 但今天头条新闻的收档 是因为他接二连三 用一些失实污蔑或者抹黑警队的一些举措 多次在节目里面去伤害警队的声誉 带有这些失实的指控 还要是肆无忌惮地继续去做 如果真的有这些情况 当然就要撥乱反证 所以今天头条新闻的收档 就是因为他不断地用一些失实污蔑的指控 去伤害整个警队的声誉 甚至乎伤害警队的家人的感受 所以今天我们很明显见到就是撥乱反证 但是这件事也都未完 因为我们见到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都应该知道在媒体的操作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适当地做一些规范 包括假记者的处理 为什么不是由政府一个统一的部门去发记者证 就不会有这些假记者的情况出现 这些都是媒体里面我们见到的情况 这些都需要继续去跟进的